这部微电影 它是一部教育性的公益微电影 我们常常以为家暴都是 男性家暴女性 女性是受害者 但是这部电影它就不一样 它是原语的家暴 然后是男性被女性原语家暴 那你们都知道我们槟城政府 是推广这个安全家庭和谐家庭的一个周暑 希望通过这部电影 可以带给大家一个醒觉 一个思考的空间 那么你要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家庭 你可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去帮助这个社会 如果大家都懂得尊重 感恩 珍惜 我想我们的这个家庭 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好 其实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相处 在家庭的成员的相处 大家都以为是理所当然的 我跟你的言语的这种说话方式 或者是互动动作方面 有时候会有过分的一些粗暴的话 都好像是很自然 但是你没有想到 你会让另一方感到受受伤害还是怎样 所以这一个非常重要 当然我也希望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要让它知道 这一次我是跟这个团队的第二次的合作经验 那么第一次的合作经验 我们都建立了那个信任 大家都有那个默契 都有一个同样的那个理念 注重在于教育和那个社会责任 所以我特别开心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认可他们的那个能力 而且他们是冰难狼 我肯定一定要支持我们的这个槟城的朋友 我会和这个制作单位 就是海空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Horizon Visual Works 我们会在槟城公大办一个手印礼 把这个讯息带给大家 让大家认识更多这一部微电影 希望大家多加关注和分享 Share of 亮世点亮您的视角